环保意识抬头在关渡环保教育站 也成为许多学校以及企业团体 特地来参访学习的对象 有来自于泰国的护士大学 在院长的带领之下 三次来访 还有广州设计公司 老板和员工一起动手回收资源 另外共聊国小的同学们 则是对分类不陌生 还会协助最后的清扫工作 好远喔 做个环保的可不可以告诉师傅 做环保对共聊国小的同学来说 已经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戴起手套做回收 怎么分类更是难不倒他们 最后还不忘清扫环境做整理 真的把清静留给大地 小朋友对我们的环保的工作 有更精细 更仔细 而且有更多的信心 让回到学校做更好的环保活动 来自泰国护士大学的老师和员工们 则是在院长的带领下前来参访 语言的隔阂加上对回收资源的陌生 一开始是双手紧抱胸前聆听介绍 透过翻译加上实际示范 他们开始打开笔记认真记录 态度也不再冷漠 甚至还会提问 还有来自广州的设计公司 负责人也是第二次在访 这次特地带着员工来 很抱的一种心态 拼命都在浪费这种资源 所以我发现其实我们真的如果要保护这个地球的话 必须从自己开始做起 从学习分类开始透过动手做 大家感受更深刻 捡垃圾也会觉得并不是那么的 想象中那么脏的一件事情 而且做完之后看到那么 他都在清完之后 然后那些阿姨阿伯他们很开心 我们也觉得很开心 共享清静大地的欢喜 推动环保的双手又多了一份助力 大爱新闻知识美志工许俊琪台北报道